终于关键的时刻 凌云如在射展线成奇大型张 面对世界冠军波 接下来看看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来开落点 迫使对方退台 红系福德伯出生在81年 比内远竹大了整整20岁 没能够拟出质量被撕回中间 不过的球鲁特别老道非常能强 连远竹下做好多棒的准备 连远的发球 配合第1板的阶级一抢攻 波尔道竞体上球的能力 还是要更强一些 特别是推到了中台 一板挂的发守前攻 速度更快的发守 速度容易入到辉事 在能源局的速度压力下 不好显得有些混乱 点住中间后再变到两个大脚 没能判断清楚旋转犹豫了 评价的进台版术就是能源局的优势了 一榜比一榜快 对能源局的球落欧欲胖算得很准 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防击 在防守抢球的得势后 转出手之线得分 抢球后得这盘强攻 绿组特别有把握 领得特别顶 很难加力 推头后得波 把球挂了起来 无线很顶 导致内如门押注旋转 这几个三车的无畏丢分 真的是有点不应该 波奥因是一比三 拿下关键的第三局 这一分的流运组有了变化 先从正手打起 再要回防守 有了前面几分的教训后 能源如今的出手 更加果断 不将对防有仿击的机会 这一球的波 发得很低很转 这样能源如今的预胖 出现了问题 弧线有些炸了 波奥的重拳能力 确实更加出事 特别是在被动的情况下 能够转手围攻 这两分的流运组 放了一些错误 这种状态是有些起伏 把握住发球轮 做好第二板的抢攻 明显加快了节奏 不跟对方的弱点 设别有落后的牛远竹 练得5分 拿下第四局后 进入场期一阶段 再发出了黄白 骗住了波奥 波奥命不透风的防御 发出的是不够严谨 打到了决胜局 都是一瓶线上榜 绝顺局的6比3 波奥拿到赛点 波奥这时候的牛运竹 开启了狂暴模式 无解的进攻 连续与嘴粉 这次被转到前面 最后是牛运竹 连得4分 最后的是个赛点 成功大逆转 这次被转到前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